大家好,我是Vita 來到泰國玄學會和大家分享宗教文化和習俗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支持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Hello,大家好,我是Marco 我們今集會講講水龍豬的成物 其實水龍豬,很多人聽過甚至見過是水龍豬 但其實水龍豬是一種什麼?Vita 水龍豬,傳說水龍每一年都會去冬眠 或者在7月到10月底,11月這一段期間 我們泰國有入下節,出下節,有沒有聽過? 有 他們的和尚或者一些去修法的人,那段期間都會去修煉 水龍都一樣,泰文叫做浸線,去守戒,去修煉 那段期間之後,他們就會刪除水龍豬 這一個好像是他們的功德 他們的功德 是的,將他們修煉的成果,好像一份禮物那樣 所以這個就要好看,它本身那條水龍是怎樣 所以它那顆的顏色形狀都會不同 所以看到的可能大小都會很不同 即不是一個標準,是什麼顏色,是什麼形狀 一定不同的,顆顆都不同 顆顆都不同的,有大有小,或者有不同的形狀 但是可以說的就是它會比正常的玻璃珠或者水晶 是重兩至三倍的,特別會聚受的 而且可以拿去光看的時候,你會看到中間有隻眼 就是有隻眼中間,俠射入的中間 我們這次說一下水龍豬的顏色分別或者代表什麼 我們水龍豬,其實現在發現到的就會有十隻顏色 十隻顏色 是的,你通常會看到什麼顏色? 通常就會看到紅色、黃色、白色、綠色 其實還有什麼其他顏色呢? 不如逐個說,剛剛就先說白色 其實白色亦都代表佛的功德和菩薩的顏色 如果那條水龍本身是禁獄,即是沒有伴侶的 而且它是很精進去守戒和修行這個佛法 這個我要重申,不是每一條水龍都信佛的 它們都有慾望和有貪真痴 它們要收到的,就會有部分的水龍去信佛 首先它們要先信佛,然後就要守戒 就沒有罪或者沒有一些貪真痴的東西 它是在修煉的時候很純正、很平靜、很堅定、不動搖的話 它修煉的結果就會有這個白色的顏色出來 就沒有質質的 白色的水龍豬是否叫做最純潔呢? 因為裡面你不會看到一些骯髒的東西在裡面 你有沒有見過白色的水龍豬? 有,其實我有一顆白色的水龍豬 你怎樣可以來的? 我就是有一次在潑水智的活動,開了一顆水龍石 裡面就開了一顆白色的水龍豬 那當時你有什麼感覺? 你會有失望嗎? 你會有失望嗎? 會有失望,因為我自己也是有修行開的 我就知道白色就是適合修行的人 所以其實我也是很適合自己 是一顆水龍石選了我,不是我去選一顆水龍蛇 所以也是很失望的 所以如果有時候打了冥想的時候 都可以拿著一顆水龍豬去做的話 可能它的聯繫會更加好,會佩戴了 明白 再說一下紅色,紅色也是常見的 紅色就代表,其實我們人很需要這個東西 很需要有力量、勇氣和決心 這就是很多人其實都缺乏這個東西 我見過有些客人打破水龍石 然後進入水龍豬 你其實不知道裡面是什麼顏色 其實永遠都是那個人需要的顏色 所以紅色的話就是很想 它會是令人尊敬、敬佩的這樣 所以你拿到這一顆顏色的時候 證明你是缺乏了這個東西 是的 所以如果有這些紅色的水龍豬 其實如果它也可以配合修行佛法 有正念的話 其實它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情緒會更加好 因為通常它們的情緒會影響到它們的工作 或者它們日常的生活 是的 那麼紅色的水龍豬 可能有機會大粒和長形或者橢圓形的話 它的能量或者它的成功的機會會更加高 是的 我想知道這件事 它的形狀和大小和力量有沒有一個關係 當然越大粒好像越厲害 但不是每樣都好像白色一樣 其實很難會很大粒 這個也要提一下 紅色本身它們水龍都很有能量 它們就會容易一些會是大粒 而且會多一些 是的 所以如果可以擁有它 或者你看到紅色是紅到外面有一個黑邊的 那就更加厲害 也有分的 紅也有分的 紅得厲害不厲害 是的 深紅和白色 還有我們水龍豬都會用水去供 如果供得好它的顏色會變的 會變的 會變越來越深色 不是變通透 會變深色的 而且會變大粒了 是的 我之前那些學生 他們拿回去供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嚇到 為什麼大粒過之前那麼多 這個他們都會是 因為他們有念經 或者有供拒 都會有不同的 如果紅色 可能需要一些管理 或者需要一些權力的人 是否合用 對的 還有會自己多一些信心 不會那麼容易害怕 好像被人欺負 明白 剛剛說綠色你也有見過 是 那綠色這個也是比較常見的顏色 那這個就是 說到各人會是很有正義 還有它有第六感的 它對一些神秘的東西 會特別有一個 Sense 有靈感 那如果的顏色也是 如果越深的話 它可以給到你的能量去越大 嗯 所以是可以盡量可以供得好些 還有可能每次的冥想 念經的時候都可以掌它在手 一些小朋友可能讀書 需要一些很清晰的頭腦 都很適合你的顏色 即是適合一些很專注力 要強的東西 是的 或者去學習 等到吸收能力好些 嗯 但其實綠色 你剛才說有心思不同 有些人會去到心路 心路好像黑色那樣 是的 有些就像淺綠色 但當然都是看緣分 是的 有些人會喜歡淺色 但可能你過了一段時間 它好像深了 為什麼 但其實就是因為 你都會給它能量 大家會有一個感應 那就可能未必是你最初的顏色 嗯 明白 接著講一下黃色 黃色這個就是人是最需要的 因為黃是很尊貴的 很像金一樣 這個代表財 代表吉祥 和錢會湧進來 所以這個顏色 因為本身水龍是守著財 人間的財富 所以黃色是真的最多的 是的 這個就可以幫主人去旺他的財運 是的 收入等等 最重要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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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戴的黃色 但我戴的那些都很快被人請走 不知道為什麼 黃色那些真的戴得會發光 會發光 會發光 怎麼知道叫發光 即是閃亮的 真的是閃亮的 我記得好像戴了三、四條都 不知道 走一走 人們已經在問可不可以 就這樣幫我買 在街上 是的 那就帶來錢 就對了 就是超財 是的 因為他說看到好像發光 要過來問我 很誇張 是的 所以你剛才說是水龍經常去選 就是去選你 我也相信 好像不太跟到我 因為我有戴過紫色 彩色 我想我戴過十幾條 是真的戴上手幾天 就去了別處 就是全部都跟不久 全部都跟不久 那你有沒有哪些顏色是最久的 在你自己身上 沒有的 現在有一條都沒有 已經被人請走了 是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驚訝 我開頭有點不開心 開頭 我的同事就說 沒有所謂 你就自己運過一條 你容易運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請別人那條 你戴得好好的 他就看到他戴得漂亮 所以我就覺得 他可能是選擇去適合的 因為我的老師就說 如果有人看得對 你就讓給別人 所以你都讓給別人 是的 我沒有 然後 紫色 有沒有見過紫色 紫色就好像沒有 紫色其實是少一些 但是紫色是比黃色更加招財 更加招財 是的 我當時三四條都是紫色 但是都是很快 還有紫色除了招財之外 也會增強自己的人員魅力 所以很多人會吸引很多人去親近你 所以紫色有些人以為是寡婦色 或者不是那麼好的色 很邪 不敢用 但是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戴著這隻紫色的水龍珠 去到哪個地方 那些人都會很想去迎接跟你聊天 人員會好很多 是的 還有那些人會開心 會覺得很想在你附近 還有另一點就是 你戴著紫色的水龍珠 你會避免到很多一些不好的磁場 是的 或者可能一些鬼怪 或者一些黑的魔法 你都可以避免到 其實聽起來紫色好像挺好的 紫色是真的不錯 我自己都很喜歡 但其實我真的未見過紫色 其實紫色是很難找的 因為其實很多是假的 也是 在坊間其實很多是假的 是的 所以其實這些顏色是很難找的 但是如果有感應的話 其實拿著上手 尤其是一粒粒的那些 它會在你手心裡動的 如果你是它的主人 所以他們很多是一拿上手 它已經感應到不肯脫 是的 即是他們說 不知道感覺到或者是怎樣的 如果感覺到更加不會給別人 是的 那有沒有見過橙色 橙色都沒有 橙色我應該是 有沒有見過 這一種顏色我真的都很少 一個顏色 它是預防各種的危險 即可以擋一些不好的東西 避險和一些病 但是這顏色是真的超少 或者可能是一些 你需要比較危險的工作的話 其實這一種顏色就會很適合 因為可能會被別人去弄打或者傷害的話 都會有一個保護 相傳以前的潛磨的國王 即是泰國的最前身 他們都會用這一種顏色去保護自己 但也不是說有是有的 其實我都沒有見過 有時候我不知道是橙還是茶 即是茶到橙色 是的 這個顏色真的少 那茶色就像啡啡的 是的 好像再透透的 茶色更特別 但是茶色就會有一個抑制情緒 和思想的一種顏色 所以如果可能有抑鬱症 因為這些都類似是病痛 即是身體上的東西 是的 或者可能它不是很理智 或者是精神有點錯亂的話 即是人的靈魂不在那種 或者可能過度悲傷、失望、灰心等 其實茶色是很適合的 即是凌晨 是的 而且可以令到它有信心 不要那麼悲觀 而且會幫助到它財運和聲運 這些茶色有些好東西 即是有些很好的東西 是的 我見過都是很小粒 都是小粒多的 是的 紅色你說的那些是大粒 很多時候比較 嗯 接著我們講一下藍色 其實有粉藍和有深藍色 兩種顏色都不一樣的 嗯 如果可能是先講淺藍 如果是喜歡一些 即是需要跟別人說話 聊天 要別人要信服你的 即是可能好像談判 那類的 談生意 這樣的話 就適合淺藍色 淺藍色 是的 這個也代表水龍會一直去保護著你 去支持你 所以你去到哪個地方 你都覺得很自在很舒服 不要那麼緊張 嗯 嗯 但是淺藍色 有沒有見過呢 淺藍色算不算是少的 應該一粒粒那些 即可能戴上手那些就沒有 但可能一粒做豬鏈 或者做戒指那些就有 因為不多 啊 你看到那些是彩色的 有些手鏈那些 是的 那些都是你剛才看到的顏色 是的 那深藍呢 深藍都是很難 深藍 因為深藍本身是龍王的顏色 嗯 那本身那個水龍有一定的地位 的階級 還有它的種族性一定是最高的 那它才可以練到這個顏色 所以它本身已經是有權力 財富 地位 還有有黃色的血統 所以如果你要有深藍色的 你本身都要有一個很大的功德 和聲望 你才有機會做到它的主任 嗯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得到 但是你不是這些人的話 那都不是那麼好的 其實是否是保養 如果不是相對的 有機會對生活有些負擔 所以它是 其實它適合是做王 是 即是做王者那些人 即是本身已經是老闆老闆 然後再去用來防禦一些的敵人 小人那類的那類 那就對 如果它本身不是這些地位的話 其實它控制不了水龍珠 明白 即是有權有勢的才行 是的 還有到它可能有一定的年紀的話 這一粒的水龍珠 都可以幫助到它長壽 嗯 因為有一個保護 和會帶來幸運 嗯 接著就會講一下女生最喜歡的顏色 就是粉紅色 那這個也是女生才帶的 這隻顏色 那一個就是一些水龍的公主 那它去首戒之後得出來的顏色 粉紅色應該挺漂亮的 開出來了 是的 所以它是會對異性有些吸引力 主要是跟異性的 嗯 所以就會是很受歡迎 很受注目 很多人會喜歡自己 一些比較魅力 那當然 每一粒水龍珠都是關於會吸財的 嗯 所以如果想找另一半 或者想和另一半的關係好一點的話 那就可以是用粉紅色的水龍石 那它就會吸引到周圍的人的注意 嗯 就是粉紅色也是 除了才之外 也是對異性比較重要的 是的 是一種魅力和愛的顏色 嗯 剛剛我們就說了這十隻顏色 你覺得哪一種顏色最適合自己 當然是紫色 紫色嗎 當然是紫色 但是我自己的粒是白色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其實好像剛才說的 是粒珠選我 不是我選粒珠 所以我需要什麼就會自然給我 嗯 或者可以說一下 其實水龍珠的形狀大概是有什麼 除了我見過的圓形 或者我自己的粒就是橢圓形 其實還有什麼形狀 還有一些好像尖尖的橄欖形都有 或者水滴形都有的 那大小呢 最大你有沒有見過 到哪裡去到 我想最大 最大好像一粒 花生 大粒花生 是剝了殼 剝了殼 剝了殼 最小的那粒就是很小的 就是小豆豉 即是芝麻 不是芝麻 大粒一點 那些很小的 好像是黑色還是深藍色 因為其實你開出來的時候 你開之前 你是不會知道它大小和黑色 其實我是未開過的 水龍石我未開過 但我全部都是阿讚給我的 那些老師去給 因為我的老師大部分都是供水龍 他們每一年 即到年尾 他們供的水龍就會生出這些水龍石 即是當他們要出下節的時候 是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我今年送一粒給你 那這個就很珍疑總之 一粒 因為可能每年只有幾粒 那倒是 但如果 我當你是 當你自己去選 你喜歡什麼顏色 我真的沒有所謂 真的沒有所謂 是的 我自己 我自己喜歡深藍色 就是我第一個感覺 那時候老師就說 你未必可以的 你未必可以的 深藍色 但真的給我 未必可以的意思是 即是未必可以 可以擁有 我都很機緣 後後都有一粒很小粒 接著中間它是藍 我以為是黑色的 原來它是藍到發黑 藍到發黑 很深的 對 都是一個老師給的 除了可以拿水去養著它 因為我自己的粒 拿水去養著 放在壇上 其實還可以怎樣去用 或者配戴一粒水龍珠 如果你不是戴上身的 那就是用水 或者用聖水 在廟裡 我們會求聖水 可以浸給它 讓它都可以有這個功德 要不然你就可以 耳環、鏈嘴、戒指 或者穿一條鏈 在手上 那樣都特別 戴在上半身 那其實也沒有太大的禁忌 也沒有特別 我想戴著一些水龍的東西 你就不要吃蛇 還有盡量守戒 守戒 都是當它一個生物去對待 是的 你可以跟它許願的時候 可以拿著一粒水龍珠 就可以跟它許願 可以許願 可以一樣 今天時間就到這裏 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任何東西想發表 都可以留言和我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你有興趣 跟Vita學泰文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每個月50元就可以看到 四條泰文教學影片 150元還可以一步一步 由入門班、拼音班、進階班 學泰文 每個月都是一頓飯的價錢 還不快點來報名